拖著孱弱的身軀 回家的路似乎特別漫長 它是醫師乳癌第四級患者 它是真正的 我們很多的民眾 都說了一樣 是在抗托子上的抗托子 有一個抗托子的抗托子 沒有抗托子的抗托子 沒有抗托子的抗托子 我記得我被抗托子 去抗托子的抗托子 我結束了這樣 我終於是在2014 因為抗托子的抗托子 而且當它們的抗托子 有很多的抗托子 它還沒有抗托子 你會發現這些抗托子的抗托子 跟以前的抗托子 我會說有抗托子 人們現在知道更多 那些人知道抗托子 但在抗托子的抗托子 我會說有抗托子 有抗托子的抗托子 很多人都認為抗托子 是抗托子的抗托子 很多人都連著抗托子 甚至至今 很多人都連著抗托子 很多人都連著抗托子 如果你做什麼不好 你會有抗托子 我們有超過 72,000人 死亡的抗托子 在南京 而且這數字是說要增加 因為超過1,000人 需要更多的明確 需要更多的明確 需要抗托子 從國家看回草根生活 貧窮百姓最怕生病 做一次化療 就得花掉奈吉利亞人 將近四成的月收入 更何況是這些生活在 貧民窟的病患 可能在被遺忘的角落裡 黯然離世 大愛新聞 周博憲編譯 感謝你